对这个老毛子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典语词 对实际上的话就是中国跟俄罗斯跟苏联这边的话 它真正的蜜月期也就是当年跟斯大林那个时候 那么再后来我们看到赫鲁晓夫再后来的这些 其实关系都不是特别好 实际上就是即使跟普京我们也都知道了 说以前都是叫做面和心不和 高层属于这么一个状态 而在这个下边实际上属于这种相互之间是看不上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中俄关系的这个本质的东西 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提起俄罗斯 其实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你拿走了 对吧 江东六十四存 对吧 海澜炮大屠杀 还有呢这个海参崴 对 还有呢说是这个中国人到了这个俄罗斯去做生意 对吧 结果的话呢你这个生意被抢了 对吧 还有那些这个警察来给你这个高额罚款 还有说是这个比如说你的渔船甚至货船 商船在这个海上结果的话就被这个俄罗斯就给炮击 直接炮箭就给你 对而且有一回的话居然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回这个五百发炮弹一直打完了 你这属于当敌人在打 就完全属于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中国人的这些媒体的话都把这些都爆掉了 所以呢对于俄罗斯大家其实说实话 民间没有太多的好感 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即使说倒回这个历史上来看 俄罗斯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 看起来呢也不是一个这种特别诚信的国家 那历史上呢就是前几天有一篇文章说 这个中俄或者中苏 它之间的话原来有五次结盟 结果呢五次的话都是俄罗斯这边 苏俄这边彻底的去翻脸 最后把这个中国给涮了 给坑了 给坑了对吧 一次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清朝的时候 1645年那个时候呢俄罗斯是正在西边打仗 他就很担心着东方这个大国呢 去抢他的这个地盘 所以呢就跟中国搞了一个这种友好盟约 结果呢等到那边的这个西方 这个攻城掠地拿下来之后 他倒过来就跟中国开战 所以呢这个也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就是雅克萨之战 那么当时的清朝康西大帝下令打的 最后呢是签定了一个尼布楚条约 那么俄罗斯这个觉得是一种耻辱 那么他们认为是不平等打输了 他认为是打输了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清朝末年 大家都知道说实际上由开始呢 他就是俄罗斯 那么利用这样的一个中国 这种雷若的这个时期 然后列强开始呢 环四 最后他呢实际上是最终获得了 或者是把中国的这些领土割出去 大概加起来有300万平方公里 所以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其中在1896年的时候的话呢 清朝当时是想修一条 就是俄罗斯想修一条铁路 到这个海深碗 所以的话呢 他当时还专门的跟这个清政府签了一个 这种盟约 叫做 欲敌互相远助条约 你看这个名字多好听 对对对 结果的话他回头又翻脸了 所以实际上你看到这个 整个是一个坑人的一个东西 所以然后呢第三次呢实际上是在1919年 那么在这个之后 就是当时的这个苏联刚刚建立的时候 他呢由当时的这个驻华大使 叫做加拉罕 他呢就是专门的去宣布说 当年的这个沙皇时期 和中国建立这种不平等条约 以及呢割让土地 我们要全部还给中国 对 当时中国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对吧 结果呢这个包括孙中山 包括那些这个北洋政府都上当了 都觉得你看这个苏联跟我们多好 所以后来大家就关系非常近 包括跟这个苏联就建立了这种 相当于是个盟约的一个国家 对吧 最后呢包括是一起在那建立 黄土军校啊等等这一切 所以但是后来呢 大家后来土地你没拿到 这些不平等条约没废除 在最后呢这个苏联呢那边是扶植着这个中共 去瓜分这个民国对吧 去打民国 再后来呢他实际上是在那个内蒙 那边的话扶植去搞独立 外蒙对吧外蒙扶植搞独立 所以整个是这么一次又是被涮了一把 对 对还有一次的话呢是这个1945年 那个时候呢是抗日战争 那么是接近尾声 所以呢当时是为了防止就是日本的话呢 是当时大家对日本是这种实力 是没有了解的对吧 所以认为他还要打很多年 还要很麻烦 结果呢那是这个蒋介石就跟苏联 签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对吧 结果呢 其中的一条就是说要这个外蒙去 公投独立 所以属于这个 结果呢 结果第二天日本投降了 但最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苏联就进军了这个东北 结果在那烧杀抢掠 最后把这些这个武器东童的 全部搬到了工厂 工厂对吧 设备什么等等 全部搬到了这个苏联去了 所以这个属于又相当于被涮了一把 而且呢 他再回头又帮着这个中共 去抢占了东北 把这个地盘给打下来了 对 这一次相当于是中华民国被骗了 那再后来呢 我们看到中共就拿到了政权 那按理说对中共应该很好吧 结果呢 1950年的时候呢 中共也跟苏联签了一个同盟条约 这叫做中卒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结果呢 大家知道后来的这个也是翻脸 再后来呢 珍宝岛之战 那么整个相当于又被上了一把 所以五次这种结盟 五次被算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 大家说这个苏联和这个俄罗斯 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那现在第六次结盟 看样子这个背信弃一下子也很正常了 对 其实其实不止 我可以补充两次 有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当时中国失去了外东北 外东北就是包括这个黑龙江以北 就是外星安岭地区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其实它是分开两次失去的 基本都是185几年到1860年左右 被苏联人被俄罗斯沙皇俄国占 它用什么借口呢 是它要来帮助满清王朝抵御英法的侵略 当时它是调兵 它是跟黑龙江将军是这么说的 你只要把这个地盘给我 我就可以调兵去帮你对抗英法 这个北京条约的时候 就把这个地方给固定下来 那个是一次 当然还有你说的海参崴的这个事情 海参崴这个事情呢 是苏联的苏俄这个十月革命 有一批白俄跑啊跑啊 被打败了以后跑到远东 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 海参崴就是这个远东共和国的 所以呢 苏联共产党就宣布说 这个土地还给你们了 你明白了它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还给你们的 对当时它所需要割让那些土地 全部实际上是白俄的地方 对对对 等它最后打了战回来 它当然就不还给你了 而不但不还给你 而且是把这个海参崴和西伯利亚 所有的这些华人 基本上是斩尽杀绝 全部全部干掉 吸住 对对对 清洗 所以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几次对抗 咱们都说是俄罗斯或苏联方 方面被蒙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六十年代中苏交恶 恐怕是中共方面的原因更多一些 对吧 郭总编 对这个主要是斯大林死后 苏共在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 中共事先不知道搞得很被动 后来共产国际分成两派 一派支持斯大林一派不支持 然后中共因为他不支持批判斯大林 苏共批判斯大林 说他是个人独裁杀了很多自己人 毛泽东当然不喜欢听了 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干的嘛 所以中共开始就批判苏联共产主义 共产党说苏联共产党是修正主义 苏共二十大是在1956年到1960年 这个期间 苏共就中苏落翻了 苏联撤回了援助中国的几百名 就是大项目的专家 包括中共造原子弹 帮中共造原子弹的专家 两个最后落到就是黑龙江上 珍宝岛开战 刚才秦鵬也说到了 那就是1969年除了珍宝岛也在新疆 阿勒泰的苏联边境打起来了 双方当时非常紧张关系 苏联甚至考虑动用原子弹 对付中国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但美国当时坚决反对 苏联就没有干成 后来中共选择和美国合作 反对苏联 到了1980年 中共不但杯葛俄罗斯奥运会 还有一些直接的行动 比如说阿富汗 它当时的很多美国武器 是通过新疆运过去的 整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 中苏两国基本没有领导人互访 一直到1989年 64事件前行我们都知道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的一年 就是撤军一年后了 戈尔巴乔夫当时访问了中国 当时非常著名的 就是跟赵紫阳当时见面 对话 对话 但是之后没多久苏联就解体了 对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时候你炸我 我炸你 可以说我觉得中共和这个俄罗斯 他们相互这种比较习惯于背心弃义了 对 所以其实中国人主要是最不高兴的 我看网上也经常谈 就是说沙俄从清帝国夺走300万平方公里土地 是最不满的 是吧 李军 那么其实有关土地的问题 刚才秦鹏已经说了一部分了 我想补充一点什么呢 就是现在就有关这个领土问题 其实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那么大家比较多的嘛 像邓小平 当年80年代见这个俄罗斯外长的时候 这个你拿了我三四百万的土地 我现在没办法 但是我的子孙后代 是一定要把他解决这问题的 这个回头土地要收回来的 摇回来地 对吧 就是摇回来地 对吧 对 所以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那时候大家概念 因为他毕竟那时候是领导人 中国领导人 那他说三四百万 这是一个概念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也有些人他那个算了 就是说如果是从这个康熙那时候开始 也就是从尼泊鼠条约开始 如果算到现在 包括如果加上这个外蒙古的话 因为外蒙古原来也是这个中国领土嘛 被他硬着给他做成这种独立了 那么这个价钱 有人说呢 是五百八十八万平方公里 那这个就更大了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呢 在这个中国呢 他有很多这个附属国 附属国 那么其实那时候俄罗斯啊 俄罗斯他原来其实是在欧洲一个并不大的国家 对吧 那他这个国家呢 跟其他很多国家不同 就是他是有这么领土扩张的眼星 所以他不是说脑袋一热 跟中国要这么多领土过来 不是 他其实是有计划的 所以那时候后面呢 一些历史学里曝光了 他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黄俄扩展的这么一个计划 就俄罗斯要扩展到中国的 他还花了一些边界线 所以他是有目的 有计划的一点一点的去侵蚀中国的这个领土 那么包括把中国原来这个 这些靠近这边的一些附属国啊 包括像现在什么哈萨克斯坦啊 吉尔吉斯坦啊 这些他全部让他都出来了 那么如果把这些附属国和这种全部加起来 他有些人推算说 这个领土好像有1400万平方公里 所以现在有三种说法 有300万的 有588万的 有1400万的 反正不管多少吧 对吧 反正你就是你俄罗斯因为你的原因 中国确实是损失很大的 或者是势力消失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是作为这个中国人来讲 他现在也知道 就是这个你俄罗斯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近一两百年以来 我觉得人们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说对中国伤害最大 其实是俄罗斯 所以我相信啊 就是虽然习近平现在跟他签了这种 所谓我们永远朋友啊 签开口闭口都是朋友 但是在民间 我相信民众也好 很多老百姓也好 他是很难接受的 接受不了 对我记得呢 我记得大概十多年前 中共中央电视台有个电视片 专门讲苏联的军队进入东北发生的情况 当然现在这个片子 在中国网上是绝对没有 你看不见的 但在海外还有流传 大家可以去Google上面去找一下 就是苏联红军进攻东北 占领东北那一段 他采访了很多人 很多中国人还活着呢 他会告诉你 这个苏联红军是怎么干的 因为当时的东北人 对日本人的印象很好 日本人这个非常文明礼貌 虽然怎么样给他建设 当时满洲国的工业产值超过日本 他1945年的时候 苏联红军进去以后 第一件事 当然是把所有东西全部抢走了 问题是他的军队军气极差 不但是抢老百姓东西 强奸妇女杀人各种各样 我看到文章是中国农村有老百姓 直接把苏联红军给杀死了 然后偷偷埋起来了 然后最后像这种的 在中共那个地方 早期都是按反革命罪判 如果你是 对 如果你是损害了苏联红军 或者发表了这个 不利于苏联红军的言论 都是按反革命抓起来 有的被枪毙的 那他真是跟苏联是一条路上的 对对对 他跟人民是对立的 他反而跟苏联是 因为苏联在中共建国这个过程当中 起的作用非常巨大 可以说没有苏联是绝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因为他在满洲国建了以后 所有日本关东军的所有武器 包括七十万支步枪 所有的火炮 火炮大概接近一千门 机枪也是几千 几千艇的机枪 包括一些什么坦克 当然是日本那个破坦克了 那个铁皮坦克 还有什么一些什么日本的剩下一些破飞机等等 全部交给中国方面 苏联还从美国人援助苏联的火炮里面 拨了一部分给这个林彪 给了四野的部队 不但是给 因为你土拔路说实话 给你炮你也不会打 而且你就算会放炮 炮的战争和枪的战争是两回事 所以他后面的一系列的这个炮战的参谋 全都是苏联人 全都是苏军的 当时中共是没有这种大军团作战争家的一个经验的 所以实际上那个最高那个指挥 真正的实际上是这个苏联在背后 而且不光是苏联的军事指挥 还有他的日本在苏联的50万战俘里面 找了一批人 大概有好几万 有好几万日本战俘 全部是那种技术人员 就是问你要不要去加入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你的战友可以放 你们可以回日本 如果你不加入 那你们就惨了 所以大批的这种日本战俘 进了共产党的部队在四野里面 我小时候就见过 我见过日本 到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的时候还在中国军队里面 还在哪呢 还有关东军里面大量的韩国军人 中共四野里面为什么这么多朝鲜族 后来要成建制的还给金日成的 全部都是当时日本关东军里面的 韩国士兵和军官 他参加解放军 经过苏联人的培训 经过解放军的思想教育以后 参加了内战 然后再还给金日成 所以才能打韩战的时候 那么厉害 所以这一系列你可以看出来 他在那个里面 不光是有这些 还有蒙古兵 还有蒙古 还有苏联本身的远东各个民族的一些部队 这个所以当时国民政府是有资料的 说这个跟中共打仗 他不认为是内战 他认为是我们是卫国战争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抗击外武的一个战争 因为他说共产党军队实际上是一个多国联军 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援助有多么多么巨大 这是很难很难很难想象的 我见过我跟那个俄罗斯人谈过 他们也有同样的看法 比如中国人说 哇我们援助了这么多给越南 结果他们翻脸不认人 难道俄罗斯不是同样的看法吗 一样的吗 对不对 我们那个亲全力援助中共 你拿下江山 你不就是十年就翻脸不认人吗 而且还翻过来跟我打仗 还跟美国一起来围堵我 然后那个俄罗斯人告诉我 就是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们那个八十年代在新疆的那个雷达站 跟美国人一块建的 美国人就在里面 什么什么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知道 所以那个新疆雷达站干什么用的 不就是看着哈萨克斯坦 那个核基地吗 他就看着清清楚楚盯着的 所以俄罗斯人对中国人 他有深刻的不信任 这个东西在里面 对吧 所以世界各国都有中国城 唐人街好像只有俄罗斯没有 这个东西啊 俄罗斯对东方民族 对尤其是对中国人 他是非常忌惮的 是吧 秦宝 你觉得这是不是 就是除了具体的利益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有一些文化的一些问题在里面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